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小美9岁那年 做魔术师的父亲在泰国演出时发生了意外 死在了泰国 小美的母亲也在前不久因病去世 后来小美听从了母亲的遗愿回到了泰国 寄住在了姨妈的家中 但女主总觉得半夜有人进入自己的房间 和姨妈反应后 姨妈在房间里放了一台摄像机 结果拍到姨父半夜偷偷地潜入小美的房间 拉扯小美的被子 所谓是家丑不可外扬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姨妈就让小美搬到了小美爸爸以前住的公寓 姨妈告诉小美 她的爸爸以前就住在这里 曾经打算展现一场精彩的表演秀 但最终是失败了 后来生死不明 不过这么多年没有出现 应该是去世了 这所公寓不是很大 小美的爸爸离开后就没有人住过 在卧室的旁边有个上锁的隔间 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 小美问姨妈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美国 但姨妈并没有正面回答 应付了几句 留了些钱就离开了 随后百无聊赖的小美下楼买了些生活用品 回来后就和闺蜜开始视频聊天 小美抱怨泰国的天气饮食 心心念念的想要回美国 这时闺蜜突然说有个人影从小美的身后闪过 小美紧张的回头一看却并没有人 再一回头就看到了屏幕上的鬼脸 不过小美并没有害怕 她早就识破了这是闺蜜的恶作剧 两人嘻嘻哈哈的聊了一通后 小美挂断了电话准备睡觉 而在拿手机时 不小心把桌子上的一盒鸡蛋碰到了地上 鸡蛋清洒了一地 不过因为太困了 小美并没有理会 在睡到半夜时 女主迷迷糊糊的感觉门口那里站着一个人 但仔细一看人影又不见了 估计是自己眼花了 第二天起床后 女主正准备刷牙 却突然发现自己的牙刷好像被人用过 而且昨天掉在地上的鸡蛋清也没有了 小美害怕了 难道昨天晚上有人闯入 然后小美就在房间里翻了个遍 但并没有什么发现 不管是不是有人闯入 小美是不打算在这里住了 随后小美来到了旅行社 打听这里回纽约的特价机票 但尽管是特价 也得两万泰铢 于是小美计划 卖掉自己身上值钱的物品 换机票回美国 接着小美回到了家中 小美和闺蜜说了自己这两天的经历 闺蜜劝小美先搬出去 但小美说自己在这里 似乎能够感觉到父亲的气息 躺在床上也能够感觉到父亲的心跳 但这时闺蜜说道 也许小美听到的是别人的心跳 说不定这个人就藏在房间里 这话说的是小美心里毛毛的 接着小美听从了闺蜜的建议 把摄像机摆在了床边 看看自己睡着后会发生什么事 在跟闺蜜聊完后 感到口渴的小美 打开冰箱拿出了饮料 却发现饮料已经被喝光了 里面的食物也被人吃了 小美慌张的跑到了卧室旁边的隔间 发现锁并没有被打开 说明这里没有藏人 在半夜时分 小美正在睡觉时 突然一只干扁黑瘦的手 捋了捋小美的头发 小美惊醒了过来 那只手也就随之消失了 小美此时发现 自己本来充电的手机 不知道为何出现在了被子上 打开手机一看 里面居然是自己刚刚睡觉时候的照片 小美是崩溃了 赶紧逃出了家门 在门卫时忍了一宿 第二天 小美赶紧卖掉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买下了回纽约的机票 在回家的路上 小美被几个混混跟踪骚扰 小美赶紧就逃回了家中 翻锁了房门 在平静下来后 小美忽然想起摄像机还在拍摄 赶紧坐在床上 查看昨晚的回放 结果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床底下突然伸出了一只黑手 接着爬出了一个身体卷缩弯曲的 黑色人形怪物 小美想到那个怪物就在床底下 赶紧就拿出了手机 对着床下拍了张照片 但床下却空空如也 小美也是顾不得其他 赶紧收拾东西就准备离开 结果由于太紧张 一屁股就坐在了门口的一个大塑料袋上 小美忽然想到了什么 再次翻看起了刚才的录像 结果发现在自己进屋前 那个黑色的怪物 爬进了身下的这个塑料袋里 小美害怕的拿刀 对着塑料袋一阵猛统 但里面除了一些泡沫塑料球 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这时小美发现 上锁的隔间似乎是被人打开过 于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里面贴着都是父亲 以前表演魔术时的海报 其中有一张写着五谷人表演秀 而海报上的五谷人 就是小美在监控里看到的 那个黑色怪物 此时小美明白了 当年父亲为了能够带来一场 无与伦比的演出 于是从泰国的农村 找来了一个治理低下 天生矮小 但骨骼清奇的孩子 在公寓里秘密的训练 但小美的父亲演出时 发生了意外生死不明 自然也就没有人知道 五谷人的存在 于是五谷人就被遗弃在了 这间公寓里 这时五谷人出现在了小美的身后 小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害怕 小美对五谷人说道 自己可以带她去美国 只要对方不伤害自己 说着打开了一个行李箱 五谷人想了想 担进了箱子 喊自己拉上了拉锁 可小美却愣笑一声 把箱子扔下了楼 箱子里流出了鲜血 五谷人被摔死了 接着小美赶紧拿着行李离开了家 登上了去往机场的大巴 空无一人的大巴上 只有小美一个人 这时一只手突然从行李箱里伸了出来 此时画面回到了公寓 隔间的海报上露出了一张图片 原来五谷人是一对双胞胎 看来等待小美的将是五谷人兄弟的血腥报复 故事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关于诚信的故事 五谷人的悲剧是小美的爸爸造成的 本以为小美会比他的爸爸要善良 没想到却欺骗了可怜的五谷人 最后双胞胎复仇的设置 想想就让人暗爽 鬼校网友系列一共13集 关注涛哥 我们明天继续解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